美感教育的推動 刺激之下 我相信会给学生带来无限的可能 然后当老师们发给他们一组一台iPad的时候 他们就很开心 透过iPad这个工具 然后他们发现就是日常生活中 原来有充斥着这么多不同的颜色 然后是属于在地文化的颜色 让他们的生活有不一样的感受 在色彩采集的过程中 其实很多学生都对 这边的地理环境啊 建筑自然特色 非常认识 然后还会帮我们做导览 让我对这边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我们发现学生一组一组分组之后 有你们的带领之下 孩子都觉得很团结 然后都会知道他自己的分工做什么 可以找到我们马祖地区的特色 然后不同的色彩 那他们孩子玩得很开心 因为他把黑尾欧跟灯塔都拍进去 这个颜色是在这里 最记得的地方是他们回来 然后老师们教他们色彩渐层的部分 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就说 这个蓝色就是东营岛起雾的时候 从雾中看到了天空的蓝 那我就发现 其实透过这个活动小朋友 会增强小朋友对颜色的敏感度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效果体验 那我们这次是用张浦老师设计的 这个小感灯喉让他们去做彩绘 小朋友在用色的时候 也会特别的去用跟东营相关的 比如说他们常见的海的颜色 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建筑物的颜色 那也有一些小朋友有画一些就是当地的这个阿兵哥迷彩的这个色群 所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看到的就会化为他们这个创作的灵感 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彩绘 他们其实本来就已经很熟悉这些乡土的一些文化 但是他们透过今天的课程 他们可以比如说透过颜色的运用 然后再去把这些他们原本就知道的一些知识 然后把它转换成一个创作的题材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我做了一只鱼 在这个鱼是东营特有的 它这个鱼的名字叫调纹石鱼 然后它在码头一下床就可以看得到 我为这首曲的名字是吉祥如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